好 先公话题让我们请到时日评论员邱振海先生来做点评分析 邱先生您好 你好 我们看到特朗普迟迟不承认败选 但是又发推文提及了拜登胜选 您认为他真的是无心的吗 还是说他目前已经接受现实 愿意交出权力了 对 你刚才用的无心这两次用的非常好 也非常准确和到位 大家知道中国人有句话叫无心之过 或者有时候说言为心生 其实我觉得把言为心生这句话和无心之过放在一起 其实能够很好地来解释或者诠释 特朗普他昨天晚上在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在推文上写嘛 说那个拜登 won the election because什么什么 说那个拜登赢得了选举 因为他们因为这个选举是受到舞弊 受到操弄等等 其实这是我们一般来说 他是无心之过 但是他是言为心生 其实他就随手这么一写 心里面是不承认 但写出来的东西呢 写出来的文字表达呢 是拜登赢得了大选 因为选举受到了操纵 所以这个事儿其实 我们经常说心理学上说 人在不经意的时候 是最能够流露自我 流露本我的时候 所以那一刻特朗普流露出了自我 流露出了本我 其实呢他的内心呢 多多少少已经至少倾向于接受这么一个事实了 只不过他现在还在做理论上说也是他的一个个人权利 做一个司法的一个诉讼 做一个最后的 也许最后被证明是无谓的挣扎 但毕竟如果说他只是一个程序的话 那么别人也应该尊重他这个权利 但其实他的内心心里面呢 多多少少一是制造大事已去 最后客观事实必将如此 第二呢即便是现在呢 他在这个指责这个拜登 所谓的在操弄选举或者舞弊选举过程当中呢 他也已经承认至少在大面上 在目前的迹象上 拜登已经赢得了选举 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解释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从心理学上 来解释一个人的这个行为和他内心的心理动机 而当然心理动机和内心行为之间 如果表现的不是那么吻合的话 那一刻恰恰是表现他最真实的适合 所以呢 而且现在大家知道这个从目前的推定 我们现在都说这个拜登是推定候选总统 从目前推定的情况来看 拜登就获得300多票了 而特朗普目前还只有200多票 两人相差几乎100票选举票 那几乎要扳回全局是不可能是得 所以从这一点上说这个特朗普也是心知肚明 那么所以回到你最后的问题 他是不是逐渐接受成事实 我想无论是最终还是现在 其实这大概也是一个大势所趋 之前不是说传说吗 说特朗普说他将承认败选的事实 但不认为他是失败了 那么这个中间逻辑通不通 令到别人 但是他最后他一定会有他的一个说法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凤凰秀APP 1週末 7月 rough 5a